大家好,我是中医郎 咱们咳嗽的患者逐渐的增加 说这个咳嗽是怎么产生的呢 中医认为五脏六腑即令人咳 但是其并未在肺 这咳嗽的发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中医认为肺其上腻气冲声门而作咳 那么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气冲声门而作咳呢 首先就是肺的主要功能是煮喧发素酱 同时煮炒百卖调水道 当宣发素酱的功能失调 而气冲声门而发为咳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呢 那么一定是立肺平喘止咳 有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出我们有痰 有的时候我们会表现成无痰 中医认为肺为生痰之源 肺为储痰之气 当痰失之血上字于肺 而影响了肺的宣发素酱 肺气时宣上冲声门发而为咳 而这时候的咳嗽就会多痰 咳嗽又痰多 说治病要求其本 其本在哪呢 一定是肺脾气虚 脾气虚生痰 肺气虚储痰 痰失呢 组织肺的气机 宣发素酱失调 而引起的气冲声门而发为咳 那么我们就健脾一肺 止咳化痰 就很好的解决咳嗽痰多的症状 下面呢 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一讲咳嗽痰多用是什么 这个患者呢 是一个65岁的慢性肢气管炎的患者 每年的冬天呢 一冷就会出现咳嗽痰多 甚至会发为喘 但是今年呢 他咳嗽痰多 而喘的症状呢 不是特重 这个患者呢 作为65岁的慢性肢气管炎呢 现在也很少 因为他必定啊 小的时候呢 居住在农村 生活条件呢 不是太好 农村的住房呢 这保暖相对比较差 因为啊 肺为焦躁 气味在上 最容易感受啊 风寒之血 但他来的时候呢 也没有多少表里见证 只有呢 凶闷 咳嗽痰多 折胎呢 是一个白腻的 白腻代表有痰 稍微有寒 是一个什么脉呢 滑 而且稍微紧 就说呢 有寒痰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呢 就是温肺以化痰 同时呢 健脾呢 以易肺 而且呢 要止咳以化痰 健脾一肺 我们就用六菌子 另一个概念呢 这里边加止咳化痰的 止咳的呢 我们一般的 就用杏仁这位药 另一个概念 加我们的摆布 用密摆布 以止咳化痰 另一个概念 由于它呀 有一定的含相 所以说呢 我们加了肝僵 所以说简简单单的 这个患者呢 用了一个月 症状呢 就缓解了 他这个慢性肢气管炎的症状呢 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所以说啊 中医之病贵在求本 而本呢 一定是唯一而无二的 说这个人呢 匹飞气虚 流弹服饮 而受外邪 外邪呢 引发肺的 宣发速降施工 而形成了咳索有弹 那么我们就解决它 就可以了 这个咳索弹度的患者的病例呢 就给大家分享在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回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